团伴会上演诡异一幕 习极度恐惧 中共政权不稳 普京戳破有意无上限神话 下半子被刺中共 中共转嫁危机 向全球输出通缩 或加速贸易脱钩 未来十年更危险 各国增加军事开支 北约增幅更大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日前中共举行团拜会 会上出现诡异一幕 多过疑似军人的小伙子 都和退休老干部同坐 有分析说 这显示出习近平极度恐惧 也说明中共政权不稳定 中共内部充满紧张气氛 2月8日 中共党会习近平 率中共政治局常委们 抽集团拜会 从中共央视播放的画面显示 在靠近主席台的前方 有一排九张大桌 而九张大桌后面都是小桌 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常委们 围坐在前排大桌中间的 一张大桌上 如果单从这点看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诡异的是 从中共央视视频画面显示 靠近这九张大桌旁的每张小桌 都有一名面无表情的年轻男子 和官员们坐在一起 这些年轻人都统一穿着黑西装 留着平头 而且是坐姿笔直地背对着镜头 及他们的眼睛 都盯着这些与会的中共官员们 这些年轻人真实身份 应该是中央警卫局或来自其他单位的警卫部队士兵 从央视截图画面显示 中共总理李强身后坐着一名保镖 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身后 能看到四名保镖 而在中办主任蔡奇身后 也有一名保镖 保镖集中最多的地方 应该是习近平所在的位置 在他身后和左右两侧 至少能够看到四名保镖 按理说 能参加中共团拜会的官员 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为何习近平还要明知安排这么多保镖呢 对此 八九名领袖王丹 在自由亚洲电台证文指出 能受邀请参加中共新年团拜会的 都是中共的前后任高级干部 也都是中共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 他们担心被习近平清洗都来不及 是会有胆在众目睽睽之下 行刺习近平呢 其次 能进入团拜会场合的人 都是经过包括中央办公厅 和安全部门在内的各级组织 反复考察推销 才被列入与会名单 有任何安全疑虑的人 是不可能被放弃会场 坐到习近平附近的 王丹指出 最可笑的一点是 满堂与会者中 年龄层相当大 就算这些人中 有人对习近平不满 以他们的体力 能够做什么呢 难道习担心 会有七八十岁的老人 冲过来徒手害死他吗 这种高级别的警戒状态 不仅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看起来荒唐可笑 而习近平不怕外界议论 如连大敌的心态 背后原因也被外界猜测 王丹认为 这有两个推测 一 纯属个人原因 即习近平已经有了 类似狂想症的多疑病 他对哪怕是 延迈体弱的老人们 都不放心 都要防备这些退休高官 在人民大会堂 这样的地方对他动手 而这种心理 已经有些病态了 第二 即习近平根据 中共情报系统的评估 判断 即使是在这样的内部公开场合 也还存有安全风险 所以就必须做出 最高级别的警卫安排 王丹表示 不管习近平如何清洗中共党内军内 他自认为对他不忠诚的人 直到今天 他对自身安全 仍然充满担心和恐惧 不管这是出于他个人的多疑心理 还是的确有对不安全因素的担忧 都说明中共政权并不稳定 中共内部充满了紧张气氛 中共与俄罗斯的关系一向被外界关注 虽然中共不肯谴责 深陷俄乌战争泥沼的俄罗斯 而且还暗中军援俄罗斯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 却喜欢对外给中共下半子 日前 普京公开提醒西方社会 应把矛头转向中共 2月6日 美国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防守派脱口秀主持人 卡尔森专程到克里姆林宫采访普京 虽然他的这次行程备受争议 但采访中谈到了和中共相关的内容 还是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普京直言 俄中在高科技 能源和科学等领域相互帮助 双方也加强了经济关系 在金事 人工智慧 和太空等领域的合作 也得到加强 看似这是普京对外公开表示 俄中两国走得越来越近 但普京话锋一转 突然说 西方对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恐惧 远超对强大的俄罗斯的恐惧 普京还说出让外界更惊讶的话 从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 俄罗斯要远落后于中国 因此 俄罗斯并不是美国真正的敌人 外界普遍认为 普京的这番公开表态 是在暗示西方社会要把矛头转向中共 真不知道 中共听到普京对着美国知名主播的这番公开表态 会是个什么反应 也不知道把普京称为最知心朋友的习近平 看到普京的这番表现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 医药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普京的这番话无疑是被刺中共 他认为 普京其实对习近平 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等实质性的援助 颇有为辞 尽管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 在2月10日向俄罗斯通讯社证实 普京今年的访华之旅一定会成行 而中共也期待它的到来 但中国两国有义无上限的神话 显然是被普京公开给戳破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恶化 英国《金融时报》警告说 中国的产能过剩 正向全世界输出通缩 各国需要针对这一现象准备应对措施 有分析指出 中共对其他国家的降价倾销 会导致他们加速对中国的贸易脱钩 日前 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金融时报》报道 中共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得益于通过低成本的中国制造商品 来发展外贸经济 但现在近飞昔比 因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民众消费不振 以及人民币走软 中国商品的出口价正在以从2008年 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 该报道引述富兰克林坦伯顿 新兴市场基金投资组合经理赛加尔的话称 中共为扭转目前的困境 将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的压力 而各国现在都在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一些经济学者认为 这对于新兴市场 尤其和中共国有重要贸易关系的国家 影响最大 报道说 西方制造商对中共不公平竞争的抱怨 正在不断上升 比如说 中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公开表示 将其在德国的电动车价格 下调5%到15% 奔驰公司对此回应说 自家利润 将受到电动车价格战的残酷打击 面对中共的这一手段 一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指出 美国与欧盟现在正面临艰难选择 要么是降价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要么就成为推动中国供应廉价商品的推手 对此 旅美时兵人唐靖远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中国经济急速下行 巨大的问题是本国民众不消费 年轻人躺平 中产和富裕阶级压缩开支 而这也导致整个中国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消费降级现象 日前 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1月 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减0.8% 这已经超过经济学家预期的0.5%跌幅 也是自全球爆发金融海啸以来出现的最大降幅 而生产者物价指数也跌了2.5% 商品出厂成本连续16个月都陷入紧缩状态 唐靖言指出 这些中共官方数据都是被润色灌水后发出的 而真实情况可能会更惨 目前 中国的消费端需求急剧萎缩 导致生产端不得不减少生产规模 或压低产品的价格 如果商品价格在中国国内提振 刺激不起来 就值得压低价格向海外出口 但中共用降价倾销的方式弥补损失 必然就会冲击到和中共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 也会扰乱当地市场 打乱当地市场的供稀结构 唐靖言预测 中共这样做可能会把其他国家拽下水 而很多国家也可能对此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对中共进行反倾销调查 或是遏止一些中共国的地下产品大量进口 而其他国家要压缩进口中国产品的规模 反过来也会促成在进出口商贸领域 加大对中国的脱钩 进一步摆脱对中国贸易的依赖 据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显示 现在的国际军事安全情势 遇是可能出现更加危险的十年 各国都在加紧军事开支 北约这方面的开支已增加了32% 2月13日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了2024年版军事平衡的新报告 显示出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及中共在南海的扩张 各国都在增加军事开支以应对这一现象 报告说当前的军事安全情势 预示这可能会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十年 特点是一些国家政权通过军事力量来追求对领土主权的主张 引发强权及公理的做法 但这也导致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 希望加强双边和多边的国防关系来对此作为回应 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报告显示 在南海地区冲突不断以及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的当下 外界对中共和其他军事强国可能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给邻国的担忧不断加深 作为回应 在2023年 全球的国防开支已经增加9% 达到2.2兆美元的规模 其中支持乌克兰的北约在这方面的增长幅度显得更大 研究指出 自从俄罗斯在2014年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以来 北约的非美国成员国军事支出已大幅增加了32% 2023年 有10个欧洲成员国都实现了联盟 把经济产出的2%用于国防的目标 对比2014年 只有两个成员国这样做 国际战略研究所指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促使欧洲国家纷纷增加国防开支 这增强了北约的实力 芬兰也增强了战斗力 而俄乌战争中的弹药支出速度 也让西方意识到本国的武器生产能力已经萎缩 现在各国都在忙着纠正 多年来对生产武器投资不足的缺陷 许多国家认识到需要增加军事硬体的生产 并建立更多的物资储备 以防止被迫打持旧战 美军也制定新的炮兵战略 以远程精准射击作为重点 并增加了关键武器的库存数量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